那我们就直接看课本的第六十字页 如果来不及的话就自己看一下 第一个单字叫做Bench 这个字在什么地方最常看到公园 因为它是流浪汉的床 没错吧 所以第一个我们不要跟流浪汉抢 那它的年费就是报纸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就不要再跟人家抢了 所以第一个叫做Bench 那你要知道的是第一个 备注的地方 因为这种椅子有很多种椅子 除了公园的那种长盘灯 请你写的二 来写个二咯 一是公园那种长盘灯 二呢 请你帮我写个人一辈子应该都会 有机会坐到的椅子 所以我们毕竟人年纪大嘛 我中间一杠好了 叫做Wheelchair 什么东西 轮椅 然后第三个呢 帮我写个college 所以如果有人讲 以往college potato好不好 不好 因为college这个词强调是那种 单人坐的沙发 可是你的工作就是坐在那个沙发上面 然后拿洋银子吃 所以叫college potato pateo是哪个因素嘛 所以college这个词呢 你可以写单人坐的沙发 第三个呢 帮我写个stool 如果你要拿东西 你个子太小了拿不到 那就会拿个凳 凳凳凳会写吗 不会 那就写个凳 下面一个茶几的几 这样子就凳子了 就是板凳 小板凳 矮的那种 小小的圆圆的那种 大概都三个脚 四个脚的那种 好 再来第二个单字呢 叫做weak 那这个字要请你写它的相反 你就weak的相反是什么 strong 对写上去哦 可是strong的相反是什么 不一定是weak 所以请你备注一下写个e 它的相反 的确叫做strong 可是因为strong这个字在英文里面 除了是身体的那种强壮之外 它第二个呢 可以强调的是那种茶或者是咖啡的浓度 所以如果今天讲strong coffee 意思大概就是类似像espresso 就是浓缩的咖啡 所以如果你喝的是浓的茶 叫strong tea 所以如果它的相反 OK 在它的相反 你可以写light 很淡的 这个字就不是灯哦 它强调就是很淡的 所以strong的两个意思 第一个强壮的 第二个很浓烈的 所以它的相反可以是weak 可以是light 所以刚开始 如果你本身喜欢喝咖啡的人 如果你一开始就喝espresso 哦 那真的超强 喝下去应该一整天嗨到爆吧 咖啡豆 除非真的选得很好 不然真的你会心机一整天 嗨一整天 好 对吧 下个单字 然后写个二 就像现在的这个covid-19好了 它会让我们的肺呢 可能它的功能变弱 所以weak这个字呢 你帮我加个en 加了en 加了en之后呢 它就翻成削弱 或者是减弱 或者是使什么东西 变弱 变虚弱 都可以 所以你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戴着口罩 可以正常的上课 提醒你戴口罩 其实说真的哦 在外国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很多国家他们已经很多学生 已经很久没有去上课 都是在家里 然后都线上了 线上其实真正的它的学习 发现我相信一定是比较不好 为什么 因为你明目开着 你能在旁边玩游戏 总是也不知道 所以weak这个字呢 叫减弱 或者是削弱 再来第三个单字 叫做circle 它当名词的时候先写一 名词的时候是圆圈圈 一是名词 可是要请你写二 譬如说circle of the sentence circle of the word 它当动词的时候是什么 圈圈 对 或者是转圈 这是二 二的话呢 就是转圈 或者是圈出来 然后所以写三 那有时候你们排队是排一 你要直线啊 有时候是围成一个圈圈啊 对不对 那叫make a circle 当然你可以用make 有时候是be in a circle 可是记住哦 圈圈可以数 所以一定要加一个er make a circle be in a circle 这是第三个单字 再来第四个单字 这个字要小心 是因为我们的嘴唇 有分上跟下 所以是afterly 没错吧 所以这个字写的1 它可以数 所以呢 我们会加s 大概都会加s 比较多 可是写的2 那像我们外国人 他们的整形的那种 model 模型是谁 是那个安杰莉娜丘利 安杰莉娜丘利 就是骨骨骑骨骑的第一代 那个女生 因为她的嘴唇很厚 所以我们要形容一个 人的那个封唇 就是她的嘴唇的性感 用的是这个字 叫做thick lips 那我今天跟十五刚才讲 像我们中国人的面相学 如果你的不是thick 你是thick 这种在面相学来说 如果你的嘴唇很薄 这种人大概呢 其实我们讲难听一点 她很无情 就她哪一天不爱你了 就把你给甩了 不甩锅就甩掉了 可是呢 第二个呢 其实另类的去想 她其实对感情这件事情 看得比较淡 就是很多事情 在她眼中其实就是无所谓 所以thick lips呢 是指你的嘴唇很薄 所以你看 你可以看你们前头左右 你们旁边的人 我说嘴唇就细得像一条线一样 这种人应该都是还蛮冷血的 不知道 好了 再来写个三 好了 所以呢 口红 跟这个字有关 因为口红呢 好吧 对不起 弄到她了 摸一下 来写个三 叫lipstick 就是口红 你可以中间一杠 不然就把它当一个字 也行 s-t-i-c-k 因为stick这个字 本来是一根的东西 所以chartstick就是筷子 那口红就是一根的东西 然后让你可以画你的嘴唇 所以叫lipstick就是口红 还记得哦 擦口红的擦 请你用wear 用wear就是穿上去的感觉 其实它不是啊 就是只要是你之后才额外加上去的 就用wear这个字 那就blue 就不一样 好 就来下个单字 叫做pail 刚刚 音本里面其实已经有写到了 不要讲这个人 you look white 超好笑的 为什么不讲white white是你的肤色 不是你苍白 对 所以不要 基本上 black跟white这两个字 不要 尤其是black这个字 不得已千万不要讲 不过我们这一课有学到ore 等一下你会学到ore 所以pail你先备注一下 它的意思叫做苍白了 还好 没什么要你写 ok吗 再来下一个单字叫做weather 就是这一课的重点哦 看清楚它是什么词 co-nz co-nz 是什么词 连接词 对 那连接词呢 我们有分很多种连接词 一种叫对等连接词 重属连接词 这一种的连接词 它是拿来连接两个句子的 所以weather的后面呢 来写个e 它等于 应付 可是记住哦 它的中文意思叫做是否 不是假如 加 s 加 v 因为它接的是一个句子 所以呢 记住 它可以是 等于 可是后面要接的是 对不起 我写错 不能写句子 变到 对 要接子句才对 它不是句子 子句跟句子最大的差别在哪 子句它不会单独出现 句子可以单独出现 所以我写错了 应该写子句比较好 好 这是第一个 然后写个二 好吧 weather这个字呢 它可以 大概啦 你们最常看到的 如果考试 什么时候会选它 就是它后面有两个字提示你 对了 那overnote呢 有写没写 都没有关系 只是以前老一辈的英文 的确 weather只能搭配overnote overnote只能搭配weather 现在都可以了 好 然后写个三 什么时候会出现weather这个字 是你句子当中没有什么的时候 没有加倍去 对 没有who how whack where when why which 还有它的第二个语意 它强调的是翻成是否 没有什么who how whack where when why which 的时候 那我们就自己声音得出来 所以这种大概都会用在所谓的b动词 或者no 反正要回答yes no的那种句子当中 合并句子 好 下一个半字 请问它怎么念 bukesna 有听到吗 再一次 bukesna 好然后呢 帮我写个e 好不好 它叫做职业的 我简单问一下 你确定要念高中的几种 目前很确定哦 要念高职的几种 不知道的几种 还懂不清楚的 好 那就好好想一想 来写上去 因为这个字 大概会用到的地方就是高职 高职的英文 理确就是用这个单字 不过先帮我写个e 它不等于 看清楚哦 e 它当职业 是 这个字是 b o c a t o n 然后写个 2 看清楚 它是b a c a t o n 它是假期 所以暑假怎么说 summer vacation 寒假咧 winter vacation 所以念的时候念vacation 是假期 可是如果是职业呢 叫vocation 所以帮我写个3 刚刚讲的高职 好不好 高中叫做senior high 国中咧 junior high 对 senior high school school有没有写 大道也可以 有人是直接讲high school 就是中学 因为我们 台湾的学资比较特别 是因为我们有分高中 高职 甚至有五串 那如果你今天要确定念的是高职 请你记住哦 它是v o c a t i o n 可是要加上al 就是这个就是高职 不管念高中高职 其实都一样 你只要不要后悔你的选择就好 因为 反正你不管念高中还是念高职 未来你还是要念大学 因为你们这个年代 大学毕业已经没什么来不及了 所以你最少最少应该念到研究所 那很多的学校 就是除非你真的想念五专 五专就是有一点点像提早 好像让你先感受一下大学的感觉 可是五专念完 你还是要念个二级 因为你只想高中三年 大学四年 总共几年 七年 所以五专念完 你一定要念个二级 五加二都找七嘛 对 所以如果你想要拿到一个学士的学位 就是大学的学位 再怎么样都要花七年的时间 所以不要以为好像念五专都没事 五专出来只是一个不学士 你的学历连大学都不到的时候 你的起薪很多地方是很低的 因为大学就才二十多天了 这很棒你 你还不是大学生 好 下一个单字 这一个字 来 E不等于 有两个字叉项 我写给你看 E 它不等于 E X PECT 不等于 E X PECT 因为乍看之下 天啊 怎么这三个字长得一模模一样样 其实根本不一样 没错吧 第一个Except 这个字呢 叫主持之外 它是一个介细词 可是 E PECT 是什么 知道吗 对 我有听到答案 这叫期待 那什么叫Expert 有印象吗 我们讲念Pro 对 它叫做 专家 这三个字 乍看之下 超像的 可是其实 真的意思差蛮多的 而且词性也不一样 一个介细词 一个动词 一个名词 三个呢 有三个词性 三个意思 所以一个呢 叫做期待 一个叫做专家 第二个要超的呢 是要请你背注 这个Except 它真的就是扣除在外 因为它的中文意思叫除此之外 可是你们印象中学到的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字 对 叫besize 那代理好一个是 真的是空庭在外 哪一个是包含在内 知道吗 来 先写一好了吗 因为我要看到下一页 我才有办法 好 删掉了 好 来写个二 这个字呢 Except 这个字呢 是排除在外 所以如果你懒得写 就写个- 可是它的相反 我真的要包含在内的 请你写besize 或是in addition to 看你要写besize 它是in addition 一定要加 s喔 它是包含在内 是真的把它加进去的 然后你可以写的等于 in addition to 那这个to呢 是介细词to 所以不要忘记要加ng in addition to 然后打个信息 写个beside 请问这个字是什么词 对 它是介细词 如果真的不会 你懒得写中文 你就写个等于by 等于next to 什么意思 Please stand beside me Please stand by me 旁边 对 再点点点的旁边 所以有s跟没有s 意思不一样喔 有s跟没有s 意思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字有s 这个没有 好 最后一个字叫做 看到吗 就是第1个 第9个 叫做weeper 当然 当然可以是工人 可是因为他加了1 所以是工作的人也行 所以这个你可以翻成工人 可以翻成工作者 当然我觉得工作 是比较好听 但是工人 那感觉是有点低等的感觉 所以这个字 备注一下 worker 好不好 然后来写个 这是1 然后写个2 请问外个这个字 如果当动词是工作 当名词勒 知道吗 当名词也是工作 可是当工作的时候 他不可数 他是没有办法数的 所以你要可以数的工作 请你写 er job 对 job 才可以数 那可是你真的会看到work 这个字 加s 可是他一定要加s 才是那个意思 他没有加s的时候 就是不行 work加了s的时候 写上去 他叫做作品 他叫做 a piece of works 叫做作品 所以蒙娜丽小罗 一笑 有没有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品 他强盗的是作品 好 这是第93字 那我们今天先把对话E 上转 OK啦 把对话E的部分 我们先看一下动画 Emily and Jessie see John sitting alone on a bench Hoş hi John are you ok you look tired and a little weak you have dark circles under your eyes and your lips are pale i have to decide whether I should go to high school or a vocational school it's too hard to choose and I was so worried last night that I couldn't sleep. How come? Don't most people want to go to high school? Everybody except me because I want to be an art worker. I want to go to a vocational school, but my parents don't want me to. That's what I want to go to high school. No I want to go to high school. My age is not too early. When I was just a kid, I don't know how much I was ready at high school. But the people who were going to watch the music, and I thought I'd watch the music. But that's what I do now, I'm very sure. They've been walking to high school about high school, but more each year, especially high school, of school, like high school, even if they were the faculty, just kind of in school. I think that's kind of a transition. 对,都是自由生 所以他们在很多可能公司的一些规定 一些要求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不愿意去follow的 他们不愿意去遵守 所以在很多的那种主管的眼中 其实都会造成他们的困扰 反而高职的学生 因为他们其实一开始可能就是 本来就不太会念书 所以他们也因为这样的态度 反而都会比高中 就那种台大啊 正大的学生的态度来得好 所以现在很多的企业都要台科大 他们不要台大 所以我真的很鼓励你们未来 在选 要选校还是选系 我鼓励你们选系 不要选校 因为台大哲学系 你出来干嘛 哲学家 对,欧米婆婆 就是我很鼓励你们去 选系不选校 可是如果你家里没差啊 反正你们家就是开工厂 你们家年收入就上千万了 我就是需要一个台大的小孩在家里 就是当一个国招牌 好吧 那就去念台大 就去念哲学系吧 就只能这样 可是其实也不要小看台大哲学系啦 因为有时候你人生的哲理嘛 可能你一进的哲学系 你可能就霍尔兰开了 有可能啊 这个我不好说了 你知道吗 好啦,那我们就往下了啦 来,Emily and Jessie see John 来,把这个C写个三看 两听 一感觉 Emily and Jessie see John sitting alone on a bench 好,然后帮我这样子写 因为我这次考试有考到那个感官动词的被动 所以三个看就是 see, watch and look at 两个听就是 hear and listen to 不过呢 这个字呢 它变成被动的时候 来,我先问你哦 你觉得它后面是圆形还是ng 你觉得是sit还是sitting 对,它都可以 感官动的时候可以接圆形 也可以接ng 就是不能接句 可是如果今天我要讲说 他被看到 去做这件事 被听到 去做了这件事 被感觉到 去做了什么事 那变被动的时候 这个原本的sit 你就要变成to sit 就是如果它变成被动 被看到 被听到 怎么样 可是如果原本的 它是sitting 怎么办 它又变被动 我们这次考试有考到 我们考的是它 它是ing的 它就还是什么 还是ng 对 所以就是还是sitt ing 所以会写的被的意思是说 它是可能被看到 怎么样 那你要记住 它可以两个 主动跟被动 主动就叫to 然后被看到去 第二个 它也可以是ng 所以呢 c这个字的后面 你可以是原型 可以是ng 第二个along 这个字呢 就要请你花一点时间写了 请问这个along 是什么意思 你觉得呢 sitting alone 什么叫along 来写上去 写的等于by oneself 就是独字 可是有另外一个字念法 也是along 长得很像 只是鼻音要多一点点 叫along 在这里 什么词 来写上去哦 我这就删掉了 所以第一个along 等于by oneself 就是by oneself 然后第二个along 等一下 along 是解析词 叫做沿着 然后第三个along 是形容词 就是很孤单的啦 寂寞的啦 寂寞的啦 很孤独的啦 所以呢 三个字很像along 跟lone ly 三个 第一个是 可以当副词 第二个是介细词 第三个是形容词 我再回去上页哦 看清楚哦 along 可以是形容词 当然也可以是副词啦 就是堵词 第二个呢 它可以是along 它是介细词 第三 loey ly 它是形容词 所以我在这里咱们 念起来很像的字 也要看清楚 所以它一个人 坐在那个椅子上 好 然后呢 on the bench the high job 它就说啦 are you okay 看起来还好吗 you look tired and a little weak 好 把the look 解个五加五加二 我在讲什么 这叫连维动词 对不对 看起来 闻起来 听起来 藏起来 感觉起来 跟那个变变变变变变 那这些字呢 它跟一般动词不一样 是因为它的后面 你只能加形容词 不加ly 所以he will stand 不能he will standably 它是只能接状态 所以只能用形容词 所以你看起来好累哦 and a little 来把这个a little 背注一下 它可以 除了接形容词之外 它可以接比较急哦 它也可以接比较急 所以这次考试有考到 even还是much 我忘了 就是even much a little 它都可以接比较急 当然你也可以接形容词就好了 好来 你看起来好累 然后有一点点 看起来有点虚弱 you have tired circles dark circles 好 再把这个dark circles 换起来 这个的中文叫做欧脸 可是欧脸有两种 狮子有三种 对不对 欧脸有两种 一种是你没睡饱的欧脸 一种是被人家摸下去的欧脸 这两种欧脸不一样 来 第一个dark circles 是黑眼圈 看清楚 dark circles 是黑眼圈 如果是a black eye 这个就是真的你讲的 欧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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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个用dark 一个用black 看清楚吗 如果是black eyes 就是你两个眼睛都被揍了 你可能两拳 一拳左眼 一拳右眼 那个就叫black eyes 就是眼睛真的就是欧脸的那种欧脸 另外一种是你没睡吧 有人是过敏 就是你可能是过敏性的鼻翼 你可能早上起来都包几个温顿包几个水饺 你怎么要去他去他去 这种人很明显 然后看起来就很像吸毒的人 吸毒的人就会有dark circles 真的就很明显 因为过敏 他的那个呼吸道其实不是很好 所以他很容易打喷嚏 睡眠品质就不好 因为你躺下去就会抵塞 你可能自己不知道 那怎么办 你就是去开刀 把那个鼻子中间的那个什么东西 开刀之后 你的呼吸就会顺畅了 所以那如果是过敏 因为我们台湾尤其台 台中现在空气不好 台湾空气又潮湿 所以很多人呢 可能在台湾可能一直过敏性体质的人 去了国外之后呢 体质的那个地方 天气比较干燥的人 就不会打问题 自然而然能够过敏性体质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空气 台湾真的太潮湿 所以这里有两种欧脸 写好了吗 我扯这么远 第一个叫dark circles 第二个叫black eye 两个中文都是欧脸 可是造成的原因 你的嘴唇不一样 好吧 好 所以呢 you have dark circles under your eyes 你的眼睛下面有两个欧脸 and your lips are pale 好把这个类的S 纯起来 是因为为什么一定要加来 是因为你有上嘴唇跟下嘴唇 你的嘴唇不可能一个很红一个很白 不可能 因为你的血液 血液是全身在流通的 所以你的上嘴唇加下嘴唇 两个加在一起 看起来有点苍白 所以pale这个字还是要提醒你一件事 第一个pale是形容一个人的脸色 或是肤色很苍白 大概都是生病的那一种 可是呢 你们看到的第二种白是这个字 叫做fair fair这个字是强调 他可能晒不黑 外国人是努力去晒黑 他们三点下班 我们开始去海边 然后拖光光 就是为了让自己晒起来像小漫肤色的 我们台湾人不是 是他们很难理解 就是你这样子在国外拿雨伞这件事 他们觉得你怪怪的 因为他们外国人是不遮阳的 他们也不会穿长袖 因为他们希望他们随时都是晒的很黑 所以白种人他们洗 他们的皮肤 他们那种肤色叫做fair 这个字 那就不要讲坏东 我还是要提醒你 不要讲坏东 然后所以如果是rosy 强调一个人他的身体很健康的话 那叫rosy 为什么 因为玫瑰 玫瑰不是红色吗 你把那个e去掉变成y 强调就是你的脸色是红润的 rosy 然后第三个 这个就是外国人独立的 叫做tan 那它是名词 就是你的肤色是那种很健康的那种 没有到黑人那种黑 大概咖啡色的那一种 所以就是那种小麦的肤色 叫做tan 有人天生就很黑 一出生就很黑 然后在肚子里面他妈就吃太多酱油 人家传说这样说 就是你如果 你妈妈怀孕的时候喝很多酱油 喜欢吃那种酱油 生出来的小孩都是黑黑的 可是实际上不一定 所以形容词在这里 这个就要写上去了 重复n加11 这个是刻意晒的那种黑 所以记住不要用blank 不要用yellow 也不要用blank 因为这是很不ok的 所以今天他们隔壁班 那班竟然跟我讲说 那我们要讲这个人 这个就是用blank可不可以 我说你会问这句话第一个很没水准 不要再去讲这个人 就像你讲骂这个人黑鬼 你知道吗 这是超级无敌没水准 你真的很没有你 所以black yellow 让我先上了好不好 所以这个呢 请你记住 好 所以往下了 所以呢 嘴唇看起来很苍白 他说为什么你会很苍白 i have to 好把这个have to 下面写个的must 好 然后请问你 must的是必须吗 那不必呢 你们都写have to 超强 你们都自创你知道吗 因为你学了一百年 也没有have to 这种东西 因为have后面只有一个答案 他只能叫PP 中文翻译还没 他不会have to 所以如果今天我真的就要讲 不必怎么办 还写在他的上面 他的相反叫做 don't have to didn't have to 大声have to 就是不要写have to 因为根本没有这种英文 中文的不必 叫don't have to 所以他是必须啦 所以我必须呢 besotted 我要去决定了 决定什么东西 weather 好来吧 weather我们后话 他跟我们第五课学到的间接问句一样 他后面一定是先主词 然后加上你的出动词 再加上你的动词 最为呢 还在决定我 是否应该 go to high school 好来吧 go to high school 写个二上去 不行这里 因为为什么这个时候不加二 你如果加了二的时候 是某一间学校 go to high school 的意思是你上学 这个抽象的概念 所以我还在决定 我到底是不是应该是去上高中 or 选一间vocational school 还是我去选一间高词去念就好了 it's too hard to choose 好把这个to 写个等于so 因为对我来讲 他是太难了 以至于呢 i let i can't 写上去 所以呢 真的好像 嗯 我也不知道你爸爸妈妈 会不会就是尊重你的决定 可是 以你们很多人 到了明年啊 要交那个职生表的时候 就会开始就有一些争执出来 就是 对我来讲实在太难选择了 为什么 我想念高职 可是爸爸妈妈会觉得不行 念高职的小孩不好 然后高职不好什么的 一定要念高中 可是你的程度如果其实真的就是没有办法 就像你国中经验的很辛苦 你要再过高中三年再这样子过吗 我坦白说 那还不如选一个 你觉得还蛮有兴趣的一个职业类科去念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呢 太难了太难选 and i was so worried 好了 这个so 写个等于t o o 然后把这个let i couldn't 代字 写个等于t o 刚好我们这两句都对调 所以呢 因为太难选了 对不对 所以我实在是太担心了 以至于呢 i couldn't sleep 我睡不着 然后再i how come 好来把这个how come 我就要用练子板来出动了 来把这个how come的找位子写 how come跟坏有什么不一样 知道吗 我说你为什么知道 叫why are you late 对不对 所以why的后面呢 你要接的是住动词 可是how come呢 how come要接的是一个指数句哦 所以how come的后面 你反而要先接主词 再接动词 所以how come的后面是you are 所以这两句要请你找位子写 how come跟why的中文都是为什么 可是两个唯一不一样在于how come要接指数句 或要接疑问句 疑问句就是do you can you are you will they 类似这一种 那指数句就是主动收集时 照你的顺序主持动词收的地方时间写上去 所以how come跟why的意思就差别在这里 一个are you 一个you are 所以为什么你会因为这样睡不着怎么会咧 为什么咧 不就是眼睛闭起来就睡觉了吗 然后他就说了 don't most people want to go to high school 这个就像我刚刚问你们 连班有大概三分之二的人 就是至少是在大多数啦 就是大部分的人 明确都是要上高中 所以don't most people 把这个most的上面写个of love 这两句子有什么不一样 第一个我有限定跟没限定 那of跟love一起留 of跟love一起省 如果我今天有限定哪个范围的人 你就of the love都要写 可是我并没有讲哪里的人 那时候呢 就most people就好了 就大部分的人 哪里的人 可能台湾人 可能美国人 可能全世界的人不知道 难道不是大部分的人 都是一开始就决定去上高中吗 他说嗯 没错 everybody 每个人都是exempt me 把这个exempt写个解 每个人都是要上高中 可是不要算我在内容 把我扣除在外 不算我 because 好 再来旁边 帮我写个because of 有没有 这次考试超多人错的 有没有 because跟because of 有什么差别 哪一个接名字 of love 对 所以这个字记得 因为呢 我想要去 再来爱写个准词 be want 写个动词 第二个把这个be 写个等于become 因为呢 我不想念高职的原先 因为高中没有人在学美术这种东西的 所以我想要未来呢 成为一个艺术工作者 那艺术工作者很多哦 所以你看 艺术工作者大概就是 第一个设计的概念要有 第二个你可能要对色彩学要懂 第三个呢 你可能要对很多很多的一些概念也要懂 所以美学的观念要有 所以art work呢 在这里 看得到全部都是属于art work 可是要怎样可以去念这个 譬如说华刚逆校 譬如说复兴美工 这种广告设计科的这种 你要念的可能是这才心理学 所以就要知道 我用红色用蓝色有什么差别 所以我未来呢 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工作者 所以 I want to go to a vocational school 好 把这个go to a vocational school 这两个字一级圈就是高职 我想要去念高职 but 但是 好 把这个but的前面 写个at go 没想到我们班这次考试 还是有人做 有虽然 没但是 欸你们都会讲啊 可是这次考试 反而很多人都有选 记得 有虽然 就不会有但是 有因为 就不会有所以 所以你有but了 前面当然就不能用at go了 所以虽然 我想要去念高职 但是 my parents don't want me to 好这个to的后面 这样关号 go to a vocational high school 他是整个简达 简达要简达到to 所以这个to不能省哦 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不准我去 做这件事 所以tang den 或是don't want me to 这个to不能省 好到这边 对 对 对